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人民体育为您带来的 Master对局精解 今天我们请到的讲题嘉宾是 邹俊杰舞段 邹老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那这盘棋呢我们给您带来的是 由一位棋手 他的网名叫Dawning 是D-A-U-N-I-N-G 他在网上据我所知 也是一位比较有名的棋手 但是呢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谁 然后他是直白对战Master 这可能是一位韩国棋手 对 反正就是一个神秘高手 因为跟Master下棋的棋手 赢尼水平都不会太低 都肯定是顶尖的 是 好 现在黑棋是Master Master这盘棋是小木 然后大飞 开局那边下了一个小雪崩 这个小雪崩 说实话 人类棋手已经最近很少下了 计算机开始下这个棋呢 它是可能有它自己的一个理解 它有没有按定式下呢 这也是定式的 这也是一个定式的一部分 以前打吃这个也是一个定式 它是选择了这个定式 这个定式呢就是比较复杂一些 这是正常定型吗 对 下到这个时候呢 这个局部正常的定式是这样的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大多数棋手认为这个定型呢 会觉得白棋更好一些 觉得黑棋怎么说 就会觉得黑棋的角低 太小了 太瘦了 因为毕竟黑棋贴木的负担很重嘛 所以因此呢 就小雪崩开始 你会发现以前小雪崩很少有人下 职业高手下的近十年来吧 我觉得甚至十几年 下的比较多的都是大雪崩 小雪崩很少有人下了 但是现在这个马特特又下了一个 我们以前理解认为黑棋是 黑棋会亏的一个局面对吧 对对对 他不认为亏 对 但他这么下了 我们是不是就会引发自己心的一种思考 对 这很有可能 这个直接拖线也很有意思 这个棋没有选择马上作战 可能就是他觉得 这个应该是要继续下了是吧 本身靠出来 然后可以是继续作战 对 黑棋就保留不走了 对对对 在那边挂个角 对 收角 反正这两步 反正这个小飞我是觉得有点奇怪 这两步感觉上被黑棋便宜了 有稍便宜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两个交换完了以后 就这个位置的位置不太理想 如果在这边就会好一点 会舒展一点 在这感觉是太重复了 所以这步棋单小飞 我是觉得应该还是选择家机 不管是加哪个点 可以考虑 走这个呢 反正这个棋就下得很好 然后白棋 因为下手他有个绝好的点 所以你要抢 你要抢 但之前这个子的位置就不太对 是不是高一路的话会好一点 高或者是走在这就会更理想 在这会觉得太局促了 这个地方 你就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棋 黑棋走这和走这其实差距不大 对不对 但走这白棋B是绝对的好点 这个时候你怎么可能白棋会走到这来呢 你肯定会走这或者跳起来都会比实战好 这个棋就是快棋 白棋手脚的时候可能也没想到那么多的变化 然后现在黑棋靠出 放出白棋冲 对 黑棋觉得有了两个交换以后 作战就有力了是吗 实际更有力了 选择现在作战 这边那个作战有没有套路 正常差不多就是这样 正常套路就是这样 对 没有别的变化 走这 现在就拖鲜了 拖鲜确实是也不容易想到这个它突然间就是转到地上来了 所以可以看到计算机它还是对这个地的实地是非常敏感的 正常的话这里是黑棋还会继续走吗 正常可以从上头来 但它就是觉得上头是损地了 它想把你这个破坏掉 获得一点实地 然后顺势攻你 你不是往这边走吗 对不对 那我就通过这个加剂以后把你这个地方破掉 所以它这棋的逻辑还是很清楚的 嗯 好 那白棋尖出 好 回去压 尖到这儿 然后白棋尖到这儿了 这个很大 它这个是黑棋还是一直在这边走 嗯 这倒正常 这倒很正常 对 黑棋你可以看到它把这个 你注意看这个黑棋的思维 就是它把这块棋安定了以后呢 不仅是获得木树 然后黑棋再从这个地方方向赶过来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计算机的围棋是下得很清楚 它知道让白棋走在没有价值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黑棋这个地方很厚 对吧 那你白棋在这个地方走的子力越多 其实你的价值越低 而黑棋控制这个外线呢 它在外 你在里 这个其实很符合我们围棋的棋力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黑棋短短棘手棋 它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思路连贯是master一贯的这种风格吧 压 就这部棋可能会有点问题 这个 对不起 它本人想控制中央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先安定上方比较大 那毕竟是个绝对的大厂 其实这块棋其实黑棋好像攻白的 也不是那么好攻 实在白棋肯定是觉得呢 他觉得是个机会 想抢攻一下 获得一个攻击的主动权 但是略是下 略是的这个弊病就是什么呢 攻不好的话 就可能落空了 没有实地 好 白棋退 白棋不知道敢不敢搬 反正搬 很想搬 反正实在他们不搬 就是说这个局部是有点示弱的 这个是吧 但是不知道搬会下成怎么样 他不敢搬 这个棋就攻击上有点失败了 黑棋继续抢一票 这个太大了 对 黑棋把这个抢了 这个太大了 白棋顶住 下粒 黑棋立 下粒 对 这块白棋还要被收刮 其实怎么这个 飞 飞出 现在你看虽然说下来下着 你发现白棋并没有下明显的恶手 你注意看这个棋 白棋的实控 已经开始有点不足了 没什么空白的 下半天就这地方有实木棋 那黑棋呢 黑棋两个脚就已经二十多了 这还有 黑棋的控栓也不多 但是比较白棋 明显比白的要多 那我就真的非常的好奇 这种局面是怎么导致过来的 也不清楚 要是都清楚的话 就不会下不过他了 其实很正常 你下不过对手的话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看不太懂对手的棋 然后你会发现 你不知不觉这个棋就输了 你可以看表面上看 白棋好像这一串 出出一看 调子挺好 从这地方穿出来 把黑棋的控给打到了二线 对吧 管车上好像白棋的 依然是顺调的一个局面 但是呢 就是永远感觉跟计算机下你是在得势不得分 就你好像很主动 但是你就是没得到实际的实地 他对这个控的把控是非常好的 那白棋我觉得这个压 我觉得可能要说败招的话 就是这不起的压怪的败招 本身他的想法是就是连后 连后 然后攻击这块 但是你局部后来是落了一个后手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 无论如何得从这边去想折 先抢攻这块 这样的话局面会更混乱 因为黑棋毕竟这块也没有活进 他实在的想法是想把这个连上 但连上导致了后面的后手 这个控一下就不够了 你看他这个地方是这样 黑棋斑 对 大 这个兜住呢 第一感觉是确实是很理想 全部把白黑棋给封进去了 但是没有用啊 黑棋简单的收一收 你尖顶 再一扳 把这个粘了 对 然后白棋也得补一手 对 这个白棋看上去怎么还有点没活的样子呢 将来会不会挺薄的 会不会被断掉 有危险的 那概率还是小啊 但是就是你可以看白棋兜过来以后没有走到任何东西 所以这几手交换可以看到黑棋的优势可是越来越明显你你会发现棋盘在缩小 黑棋到处都是火的 这块已经火了 这块也火了 那白棋你肯定都空在那里 嗯 所以说我觉得下到这个局面好像基本应该下不太动 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可能错过了唯一的机会啊 不过那但那个时候也我个人也认为也是黑棋好 但是白棋要那样的话机会可能更大 这样这样下呢 黑棋全都活了 白棋几乎是找不到可以翻盘的地方 嗯 那现在帮我们判断一下形式的话 嗯 大概是失控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 嗯 现在 说实话白棋的空不太好点 黑棋相对好点啊 黑棋 黑棋这边 这个角接近15目 这个地方78目棋应该有了 23 这个有个78目 31 在上面10目 40 45 55 黑棋55的样子 黑棋55 但是白棋你看你这个地方 大概有15目 啊 这个5目20目 20目对55 35目棋的差距 那么35目棋差距 你白棋要在这个地方啊 你凭空长出一个20多目棋 是很困难 嗯 凭空长出来 因为现在有两个 两个要点明显是不能被间合 你这个是一个大棋 这个是大棋 那么这边有个大棋 啊 上方无论差二或者差一都是一个大棋 嗯 这两个是间合了 嗯 所以这样白棋我觉得已经下不下不太动了 就是说被黑棋抢到一个它都不行是吧 对 这两个你必须要被黑棋抢到一个 嗯 白棋的空就不太够了 嗯 嗯 那这盘棋我们可能也就摆到这里 嗯 嗯 好 嗯 到这里的话 邹老师已经告诉我们 失控差距已经比较大了 对 嗯 所以说我们这盘棋呢 进化已尽 就摆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好 再见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